美国缅银大学气候变化研究所通过分析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自1979年以来的记录发现 7月5号全球平均气温为17.18摄氏度与7月4号相同 这一数字刷新了7月3号创下的17.01摄氏度的全球最高平均气温记录 5号约有3800万美国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 北非近日的最高气温接近50摄氏度 中东地区正在遭受异常酷暑的制考 就连目前正值冬季的南极洲也出现了异常高温 专家认为当前的极端高温天气是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现象等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 专家警告称随着气候变化的持续 未来极端天气将变得更为常见 我们开始看来的情节目 发明我们来想太大 灵活动是正硬的 的大概是正确的 我们会会有新的情节目 更加上更加上未来的